接下来我们就邀请第二位分享者 我们的佩琪 请你打开你的麦克风 我们就邀请你分享 谢谢 感恩太阳顺德导师 感恩天地 感恩太阳光峰 感恩天启 感恩静怡 感恩所有朋友、家人 今天有这个机会让我来分享 佩琪接触到我们超级生命密码 其实已经有三年 佩琪你可以开视频吗? 开视讯吗? 今天没办法,不好意思 好,OK 不好意思,谢谢 那我要说今天 我其实接触到超马 已经有大概三年的时间 但是那个之前只是因为工作来接触 那我就没有像你们这样如法实修这样子 所以我也不太理解或了解说 超级生命密码是一个怎么样的机构或团体 甚至于说连我们太阳导师 我也不是非常的了解 但是呢,经过这个工作的配合几次呢 我却觉得说 这个单位好像就是一个很正能量磁场很好的地方 那我就,虽然不理解也没有去实修 可是我也新生喜欢这个地方 所以也蛮妙的就是 在我都还自己没有 超马子念过几页而已 也没有去做什么新法的时候 竟然偶尔也都会向朋友来介绍 我们这个超级生命密码的这个单位 或者是说太阳神的导师这样子 那就在去年大概五六七月的时候 是疫情第一次把我们大家都关在家里 读不出门的时候嘛 那这时候 诶,我想说 刚好太好了 有一个好时间 刚好我 有时间好好的来研读这一本 看起来好像很厉害很神奇的书 因为家简都听过蛮多 这个很多人的分享啊这样子 然后 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那也加入了什么 太阳灵验转运法的群组 所以呢 为了想要做新法 也赶快的看什么一到七章这样子 哇,看完第七章的时候 好开心哦 我觉得我终于可以开始来做新法这样 那时候 三个月里面 我过得其实还 还蛮开心的 就 后来想想是说 好像有一种能量 能量提升了 所以好像那个心情就不会 好像有的人 呃,不能 不能工作出门啦 或者是说这疫情不知道怎么样 就觉得这个担心啊 那个烦恼 就觉得那时候心情蛮好 而且呢 当然还有大大小小礼物不断 那今天想分享是说 因为后来 那大概三个月解封了之后呢 我们的工作室是也慢慢的衔接回来了 那就在又开始忙碌 又进入红尘之余呢 这个我的心法啊 呃,本来都每天做啊 到后来又开始一忙的时候就没有做啦 或者是呃,做一什么 三天补鱼 一天补鱼三天晒网啊 然后就慢慢又又落了下来 然后但是呢 我的心里还是一直都有着这个 都常常提醒我自己说 啊,要做心法 然后有空的时候还要读地址 不会这样子 那就在佩琪这样子 没有这么每天精进的情况下 可是呢,我却来分享几个呃 对我来说比较神奇的这个呃,事情 那呃,我跟妈妈以前就是 比较容易起冲突 那不是说我讨厌妈妈 其实我们是非常相爱 妈妈很爱我 我也非常非常的爱妈妈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妈妈就是常常 非常的唠叨 也非常的有负面的想法 总是说 哎呀,你不要怎么样怎么样 哎呀,会怎么样怎么样 哎呀,我都听她这些 我知道 而且以前我的工作是蛮忙的 然后已经很忙了 然后我脑袋要记很多事情了 然后她又 奇怪,我的工作是一样的 已经这么多年了 可是为什么她会常常问我 同一个事情 或是好像说 她不理解我现在在干嘛 我就觉得很奇妙 又不是说她现在不理解的 这件事情是她不熟悉的 或是我刚换工作 什么之类的 我就会觉得 哎呀,她怎么这么罗嗦 这么烦 所以有时候啊 跟她讲话 有时候我就会不耐烦 甚至于就会有口角 或是吵架 那有的时候 甚至于啊 两个人的对立 吵完架之后 真的是 妈妈也哭了 我也哭了 两个人都非常的伤心难过啊 这种情况我真的是觉得 好伤心好伤心 就是这样子 所以啊 那时候以前很常常让我觉得 有一种无语问长天的感觉 可是 嗯 你看我五月才 才开始 有在做 这个 就是练习我们超级生命密码的心法啦 还有这个 比较深入来 那个念书 才到现在几个月的时间而已 而不是今天改变的 而是已经在大概几个月前 我就已经发现我跟妈妈的那个关系啊 已经 嗯 改善了很多 我发现是我自己可以比较静下心来 嗯 去 体谅妈妈 然后我就尽量 嗯 就不去跟妈妈 这个顶嘴 就是 老师说的 演好 演好你的角色嘛 对 虽然现在还没有做到一百分 可是真的已经百善 还没有很多了 我真的觉得 好开心 很感动 很感恩 因为 嗯 妈妈 是真的我很爱的人 然后 这个 这么无解的难题 嗯 这个女儿她自己生的 那个脾气个性跟她好像很像这样子 然后 竟然就在这个 我接触了超马之后 我有这样子跟妈妈的关系的改变 我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感动 嗯 那现在我们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的好 而且 嗯 常常也会很想念对方啊 打电话什么的 很感恩天地 很感恩宇宙 感恩太阳公共 嗯 嗯 这是 开心的 部分 然后再来就是说 嗯 虽然我 有时候 有一搭没一搭的 在做心法 又开始了 在红尘忙活着 可是老师的大型的课程 我一定 也都会参加 可是就 还蛮悬的 每次在大型的这个 课程结束之后啊 好像都会 遇到 比较 呃 奇特的礼物 就比如说 在 呃 319320 过后 在这之前 我刚好有一笔 大概六位数的 那个 款项要支付 但是那时候 我刚好有在烦恼 就是 我没有那么多的钱 可以支付 呃 就这么神奇 320上完课的 大概 第三天 我就接到一笔 很大的Case 诶 就是这笔 Case的 金额 就差不多是可以 付这个 六位数 还相的这个钱 诶 哇 好开心哦 好感动哦 真的是 呃 呃 就是觉得说 自己 没有做到 很像前辈们 那么紧紧 可是老天 还是 呃 有眷顾我一下 然后再来就是 呃 在 上个月的时候 又 又有一次就是 我的 每个月要付的钱 其实蛮多的 因为 佩琪有买一个房子 所以我每个月 除了要给房贷 以外 还有自己的房租 还有那个 健保 呃 不是保险费啊 保险费就差不多一万块 然后 这个房贷房租就好几万 再加上 还有 信用卡费啊 生活费啊 等等的 那就 只是每个月是 蛮多万的 那因为之前 呃 佩琪有 一个 这个 无名 无知 去 相信了一个朋友 借给他一笔 七位数的这个钱 那 所以那个钱 后来是卡住 卡住了之后 他一直没有还我 那 那这个两年的时间 我也一直 将身边的人 刚刚那时候 身边还有一些钱 但是每个月一直支付 一直支付 也 到了一个 现在 不够的时候 加上现在又疫情越来越严重 那我们属于那种 艺术演出的工作是 比较有影响的 但是 就在 上个月的时候 我心中还在烦恼 我才跟太阳公公说 怎么办 太阳公公我 接下来 每个月这么 呃 庞大的这个 生活支出 我已经 身边没有钱 可以再支付下去了 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 这样子 我才这样子 跟太阳公公说而已 我也没有跟他许愿什么的 结果竟然就在 两天后 我那天醒来 因为我看到 我的银行怎么有一笔五万元 会进来 我很纳闷 但是不知道谁会的 我还想说 会不会是欠我钱的那个人 他良心发现还我钱了 可是我并没有收到 他有给我任何的讯息 那我就想说 嗯 还是我有没有什么 之前 工作的这个 厂商还是业主 还没给我的尾款 还是钱 会给我 可是 我想一想 好像 最近也没有 这个 业主欠我这样的钱啊 就百思不得其解 本来蛮惊喜的 可是 那后来 又想说 不对啊 这个 会不会是那个银行 转错钱了 他不是要转给我的 然后 又想说 对那要小心 不可以乱动人家的钱 这样子 然后后来又会想说 啊 这该会不会是那个诈骗集团啊 他现在转一笔钱给我 等一下打电话来跟我说 不好意思我们会错钱了 你现在哦 要怎么样怎么样 把钱都 退还给我们 然后 然后接下来 我的可能是个资 或什么就被盗了 就是 会有一些 呃 想法 所以 就一开始本来是有点惊喜 后来 我也不敢太开心 因为我觉得 这个钱 太不可思议 拿来的这笔钱 这样子 然后 结果 呃 又隔了不知道一天 还是两天 就我就收到 一个讯息了 原来真相大白了 这个钱是 呃 传讯息给我的人 是我以前分手的一个男朋友 他的小妹 他传的讯息就是跟我说 现在 疫情非常的严峻 那 哥哥叫我 把这个 钱给你 希望你尽量不要出门工作 他补给你一个月的生活费 这样子 哇 我真的很感动很感动 而且我 我 简直是觉得 不敢相信啊 因为 怎么会是 他转钱给我 因为 嗯 我跟那个男朋友分手之后 我们是从来没有再有沿路过 所以 基本 就是真的 意想不到就对了 那 真的是感动 那时候都掉颜费了 那 嗯 虽然很感动 可是 但是 呃 佩奇那时候是觉得说 我是不能收这个钱嘛 所以那时候我有 呃 跟他的小妹说 呃 非常谢谢你跟哥哥这样子 那 这笔钱我不能收 可是 就是 我现在是有需要 这样我跟您哥哥打个商量 哈 这个钱先借给我 那 等到疫情结束 或是呃 我有那个能力的时候 这笔钱我就会会还去还给他 这样子 啊 真的 觉得就像 天上拍了一个小天使 这样子的 就很 让我很感动 很悬 这样子 那 呃 呃 还有就是 在我们 最近 就是 我觉得自己的一个进步 就是 我刚刚讲到 试试这个经济 会比较到这个 这种情况 就是 当时我 借给一个朋友 呃 七位数的钱 那后来他 没有还我 然后 后来 呃 当然在我学习做这个心法之后 那 当然我们的 学姐学长们 就会教我说 呃 还有老师 是不是我们要对这个人做忏悔 发愿 那当时 我当然是有对他忏悔 可是 一开始 呃 是有做 但是我觉得刚开始做心法的时候 可能我也有 有点懵懵懂懂 做的 有没有 很正确 或很到位 这我就不知道 但是后来 我有发现 我要在对他做忏悔 发愿的时候 经 呃 因为 我就觉得说 我做不下去了 因为 我觉得明明就是他的错 为什么我要对他做忏悔 他太过分了 而且我把他当一个好人 很好的朋友看待 甚至于 呃 我还为了这个事啊 帮他讲话啊 站在他那边 结果 他竟然 这样子的欺负我 对待我 所以我后来曾经就是 一度没有 办法 那个 这个 对他忏悔 而且 严重的时候到 我整个 就心情很不平静 我觉得 我必须要中断我的 做心法 这个过程 因为我觉得我 我整个 我整个 内心已经 起伏不定 到觉得 这是很不合理的 就是 嗯 我觉得我不再 再不停的话 我等一下会不会走火入魔之类的 好 好 反正就是说 也因为这样 所以我 又中断了做心法好一阵子 因为我觉得 忏悔 发愿 那边我就卡住了嘛 啊 那可是很奇怪 很玄的 就是说 我最近这 呃 两个月 我又 开始 觉得我内心 变得很平静了 就是在 也是在上次 那个319320 这个大 约末就在那个 时间之后 我渐渐的 呃 会想说 因为我后来没办法 对他忏悔 那我就 对别人忏悔 好就是 或者是对那个 地带的那个负能量 那可是我还是会想说 我在试着对他忏悔 试看看这样 诶 我就发现说 可以 静下心来 对他做忏悔了耶 而且是 真的心很平静 很真心诚意的 跟他做忏悔 而且 那种真心诚意 是到 我也泪流满面的 那种情况 哇 我觉得说 嗯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能量 可能是 佩琪有 向前进步了一点点吧 就是 那个不平静的心 已经是 呃 都过去了 然后 是 这么的可以真心 跟他忏悔 我也很感动天地 那 嗯 就是 今天 虽然 分享的 呃 可能 跟 其他人比起来 还只是 呃 比较 哦 不是这么 惊艳的礼物 可是 对佩琪这几个月 接触超马来讲 我已经 觉得 呃 非常感恩 那 学姐学长们也鼓励我说 这个是每个人必经的一个过程 那 我也相信 我现在 有感受到自己的一点 小小的进步 然后 也 期许自己再更加的精进 然后 还有学习弟子规也非常的重要 然后 因为 我的心愿也是希望在 超级生命密码里面 学习呃 除了让自己提升为更好更棒的人 然后 可以 在 更有能力 也去 就是 呃 接引到更多可以 呃 善良有缘人也 帮助更多人生命可能 从此更加幸福 那 呃 我希望 在 这一世我可以做一个 对地球有点贡献 有意义的人 所以 呃 我会 更加努力来学习 超级生命密码 很感恩 大家的聆听 呃 谢谢 太阳公公 感恩天地 感恩 太阳圣德导师 感恩 所有超马家人